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小陈晓恩的绰号 从300名空姐中脱颖而出 被复兴向众拍摄形象广告 他的这个其实声音也是非常的温柔的 所以他的笑容曾经也被客人 就是说这个称赞过 就是说他的笑容很温暖 那还有很多人留言 就是说很想来搭搭看我们的飞机 看能不能够不期而遇的碰到他 黄航去年跟杨宗伟合作拍摄为电影 不同于复兴航空找空姐 华航找歌手合作 长榮则是砸重金 请京城武拍ICU广告引起轰动 两大国航都主打一人牌 国航大战越演越烈 尤其是心机较量 长榮六月才刚从西雅图 引进两架波音777 主打机上WiFi 华航今年也买进三架 配备最新娱乐系统的波音737 复兴国内线已经引进三架ATR飞机 不过华航跟长榮两大国际航空 上半年心机几乎抢进新闻版面 台湾本土第三大的复兴航空 不想被比下去 找亮丽空姐端出形象广告 努力抢攻乘客的印象分 TVB新闻 钟云伦 赖玉玲台北采访报道